谢谢大家抽空 在星期天中午赶下来听我们的讲座 我听说主办单位说我们的防疫很热烈 门票收到一下子就卖完了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解的就是关于肠胃道的癌症 虽然这个不是个大家很喜欢听的东西 可是没办法今天我的工作就是要告诉你们关于肠胃道的问题 我是个外科医生我专门做手术 对胃癌肠癌都是有相当的了解 所以我今天要跟你们讲解一下到底一些肠胃道的症状 癌症的症状治疗方式跟一些简单的预防方式 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大伙可以问 今天的主题是胃癌跟肠癌大肠癌 可是我要让大家知道整个肠胃道的结构 跟他癌症的那些病例的比数 大致上来说我们的消化道 从嘴巴开始 咀嚼了之后食物吞下去的时候就在我们的食道 食道就在我们的胸口心脏跟肺部的后面 食物在食道的那个时间只有30秒钟最多 之后就到你们的胃 所谓的肚子 就是胃了 胃是一个好像一个胶带这么大 一个塑胶带这么大的东西 储床食物 使食物在里面消化三到四个小时之后呢 就排到十二尺肠还是小肠开始 到小肠 在小肠里面就是吸收水分跟营养 之后呢差不多三到四个小时之后 食物就开始到大肠了 那些会晤不需要的东西就排到大肠里去 所以整个消化道是从嘴巴、食道、胃、小肠到大肠 这整个消化道都会有癌症的病例的启发 可是最常见的呢不是在食道 食道癌呢很少 以前很多 现在好少很多了 现在是胃癌 小肠癌也很少 非常罕见 下一个就是大肠癌了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在这两个位置 两个很普遍的癌症 胃癌跟大肠癌 我们开始胃癌先 这个是新加坡肿瘤协会的一个网上的一个表 那我们看看呢 新加坡第十个最高的癌症 在女性跟男性之间 我们开始看女性 女性的癌症 乳癌第一 第二是大肠癌 胃癌呢排第七位 在男性方面 大肠癌 接着肠跟直肠癌 排第一 后来是肺癌 胃癌呢排第五 胃癌很特别 因为呢胃癌在过去的 可能三到四十年之前 挺普遍的 可是逐渐它的病例慢慢的减低了 在新加坡 这是胃癌的病例的全世界的病例 最高的呢 就在亚洲 东南亚 日本 韩国 中国 胃癌最高 如果你往下看 你可以看到 欧洲 澳洲 美国 他们的病发率 只有我们 亚洲人的一半而已 死亡率也只有我们亚洲人的一半而已 其实这个是很偏激的指数 因为呢 胃癌最多的病例其实在韩国跟日本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吃了生的东西太多了也不知道 在新加坡 在新加坡 胃癌不是排得这么高 刚才给你们看了至少排第六跟第七位 胃癌呢 就是在肚子里面 我跟你讲 肚子好像是胶带 慢慢的长大 一个plastic bag 慢慢的大起来 胃癌就在里面慢慢的演变 慢慢的生出来 所以胃癌呢 有没有症状 癌症通常我们都说有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跟第四期 全部的癌症都是这样说法 一到四期 第一跟第二期都通常叫做早期 第三期呢 是扩散到零八的时候 叫第三期 等到到第四期呢 就是到其他的位置 到肝 到肾 还是到骨头 都算是第四期了 胃癌呢 像在第一第二期是完全无症状了 你可以想象 在胃里面生一块小小块的东西 不会感觉到痛 因为我们胃里面呢 是没有神经线的 根本不知道东西有在胃里面 你把东西吃进肚子里面 大概是一两分钟后就到胃里面了 你根本没有感觉 你吃下什么好吃的东西都没有意思的 就像是 如果你吃到 很好呢 很好吃的东西 到了胃里面 它完全没有感觉 你都不懂胃里面有多少东西 胃唯一的一个感觉就是膨胀 就是胃里面吃得很饱了 一餐吃到要完的时候 那种很脏的感觉 胃只有一种感觉 胃没有疼痛的感觉 胃没有 根本不能辨别到你吃了什么食物 根本不知道 辣的胃知不知道不知道 酸的胃知不知道 根本不知道 胃里面没有神经线的 它唯一的神经线就是那个 stretch 就是胃膨胀起来的时候 那个感觉 所以在胃里面呢 它的细胞如果演变成了癌症 还是初期的癌症之前呢 都完全没有感觉 没有疼痛的 它唯一的疼痛就是等到它伸到挺大力的时候 慢慢的出血 所以贫血呢 就是胃癌的其中一个症状 就是你看医生 为什么你这么苍白 咽了血之后才发现 有点贫血 照照的胃镜才知道 原来有了癌症 所以第三跟第四期呢 扩散了淋巴到其他部位 病人就会开始到有症状了 通常呢 是扩散到背骨 肝 才会觉得有些疼痛 整个胃癌来说呢 手术能去除所有的肿瘤吗 通常都是不能 因为呢 都已经第三个第四期了 化疗呢 大多数病人都需要化疗 我只是举个例子 这位新加坡的远员 很年轻就去世了 胃癌就去世了 他一直工作在舞蹈 上面很多发展 他名字叫Emma Young 他完全没有症状 他发现的时候呢 就是肚痛跟背痛 他们做电脑扫描 那个癌症已经扩散了 到全身了 在肝 在肺 在骨头 哪里都有 在脑里面也是有癌症 从开始发现到有癌症 到病发到去世呢 短短的两年之内 这就是胃癌 下一个呢 是我的同学 同样 同学 他是肖问两年 他是一位医生 在陈主生医院当医生 但就是老人科的 专门照顾老人的医生 跟好的同事 他也是从有一天发现到背骨 跟胃痛 他们造了胃经之后发现癌症 结果呢 照电脑扫描 已经扩散到全身了 这是两个例子 给大家分享一下 胃癌呢 通常没有及早发现的 胃癌的症状完全没有 等到你发现有症状 有不适的时候 骨痛肝 有些地方不舒服 吃到肚子觉得很脏 吃不下 定时吃一餐 现在只能吃半餐 就觉得很脏了 等到这个感觉的时候呢 你可以发现到 那个癌症已经扩散了很大 真的很大力 已经扩散了其他的部位 胃癌呢 有没有预防的方式 其实是没有的 真正胃癌是没有预防的方式 也没有人知道胃癌是怎么 因什么因素而演变 为什么三十年前 四十年前 胃癌很高 现在未来 胃癌没有这么多了 可是还有 为什么日本人 韩国人 胃癌很高 也没有人知道 是不是吃的太多生的东西 像撒西米这样 没煮的东西吃的太多了 也不知道 其中一个 一种罕见的胃癌 是属于 因为胃里面有 螺旋菌 英文叫 Helicobacter pylori 导致一种很 很罕见的胃癌 这个 螺旋菌在肚子 长久的 时期呢 会导致胃里面的 细胞慢慢的演变 有人说 螺旋菌在肚子里面 感染的话 至少要等到三十年 才会导致胃癌 真正的情况 没有人知道 唯一能真正 能检查肚子的 看有没有癌症 就是照胃精 把一条胃精 放进肚子里面 看看胃 抽点细胞去化验 看看有什么可疑的东西 同时呢 如果你做胃精 医生也会抽一点化验 看有没有螺旋菌感染到 如果有螺旋菌感染到 就给你吃抗生素 抗生素了之后 螺旋菌就被去除之后 就不会有这种胃癌了 这种特别的胃癌 所以胃精呢 是很简单的过程 医生通常给你小小的麻醉 把管放进去里面 整个过程没有五到十分钟 等你醒过来之后呢 胃精已经做好了 当场医生也能告诉你 到底胃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是这张图表里面 那个黑色这个条 是胃精来的 你看得到有一个 快送去生争的一边 那个就是胃癌 这个就是胃癌 然后你看胃的 这是普通正常的胃 这就是胃癌了 胃癌有稍微的流血 它不可能大量的出血 出到你的大便 都有出血的 很少 刚才我讲过了 胃癌是个很难治的 因为通常一旦发现 已经是太迟了 所以胃癌的手术也不多 如果有十个人来到我们 看医生有胃癌的话 可能只有四到五个人能去做手术 做了手术之后 都需要去化疗 就是切了胃 再把胃和小床 跟胃的部分连接起来 早期胃癌 如果你们有看些报纸 有些人比较聪明的 看了报纸之后 问一些问题 不久之前不是看到 国大医院的人 有用胃镜把胃癌给切掉吗 英文叫endoscopic resection 就是用胃镜把胃癌切掉 其实那是给大家错误的观念 有胃癌可以放胃镜去 看到就马上切除 就好了 不用住院就可以回家了 通常报纸的报道只能相信10% 因为其他90%都是没有问过医生到底 对不对就刊登出来 其实也不对 不懂是怎么讲 总之每次我问他们可以我看一下才能看登出来 通常是看另外一天报纸已经看登出来了 还没有经过我们去看一看就已经登出来了 可是他们太忙了忘记 本来记者全部都不喜欢我 Anyway 就是很多的报道通常都是有误导性很重 以为做了胃镜切除了这个胃 这个细胞就从此胃癌就可以没有了 这个呢 只有日本才能有 因为日本的胃癌很普遍 他们以前说有一辆车到那个乡村里面 他们就把全部的乡村的人集合起来 像这样集合起来排队 然后躺在你那个车里面 就把胃镜这样伸进肚子里面 看一下看你们胃癌 有胃癌就带你去医院把它切割掉 所以早期胃癌呢 这个叫普检 另外叫screening 就是大家呢 把全部的人全部带下来 每个人去检查这样 这样呢 就会早点发现到癌症 就能用这种胃镜的方式把它切除 在新加坡呢 能用胃镜来切除的病例 简直少之又少 我跟你讲 病人来的时候 通常也是第三跟第四期 早期呢 能用胃镜能切除的 都常是第一期 在新加坡 简直少之又少 除非大家这里全部人都去造胃镜 我们才有机会做的endoscopic resection 就是用胃镜来切除 这个在日本相当的普遍 因为他们做胃镜好像是看牙医一样 每个人都要去看一次 接下来呢 我就是讲大肠癌了 刚才就是胃癌 我之后还跟大家解释一下胃跟大肠 有些相似的地方 大肠癌呢 也算是结肠直肠癌 也是大肠癌 都是同样的 这个条小的图表呢 虽然看的不是很清楚 故意的 所以大家看不知道 在写什么 最上面呢 就是澳洲 澳大利亚 跟新纽西兰 过后呢 就是欧洲 它的病例很高 来到东南亚 病例就是在这边 就是在中间 当然非洲是最小的 最下面的 我们发现到呢 这个图表告诉我们 那个发展占国 发展第一世纪 时代 第一世纪 就是发展后的国家 像新加坡这样 跟澳洲 澳大利亚 新纽西兰 欧洲 的病例完全一样 新加坡不属于中间 你看 亚洲是属于中间 新加坡是属于上面 跟欧洲 跟美国 病例完全一样 可是你转去看 马来西亚 印尼 越南 菲律宾 他们的病例 其实都很低 大肠癌 不是属于低 在新加坡 大肠癌 高居榜首 所以这个图表 刚才给大家看过了 新加坡的第一大 杀手 两个加起来 就是大肠 跟子肠癌 不是在吓大家 可是要让大家知道 大肠癌 在新加坡 每头号杀手 他的病例每年都在增加 很快 新加坡的新病率 一年内就是有 1500到2000起的大肠癌 他每年的都在猛增 在整个亚 东南亚 印尼 日 马来西亚 越南 柬埔寨 他们的病例也将慢 也就很快的 迅速的赶上了 很快就要跟我们的GTB一样 感到跟我们的GTB一样 就是说 没有人知道到底为什么 大肠癌的病例会这么快 可是大家都知道 很多科学的医生都知道 大肠癌跟一个国家的发展 有很重要的关系 就是你国家发展的也好 人的食物也好 吃的东西也加工 像麦当劳 肯特基 这些 越加工的东西呢 罐头里面的东西也加工 你的空气 越多汽车 你的水 也经过了很多那些过滤 这些都是导致大肠癌的问题吗 没有人知道 可是你只要踏过那个Cosway 然后去到马来西亚 你的病例就是少了很多了 很简单的 可是没有人知道是空气吗 可是你过去你就发现到可能它的空气比我们新鲜 它的水呢 没有这么多过滤 他们吃的食物都比我们简单多了 我们这里你看楼下百多间restaurant 你们哪一间没有给你们的食物是有经过加工 Perservative 全部加在里面 所以没有人知道 到底什么东西导致大肠癌的病例 这么高 特别在新加坡里面 可是我们看看种族方面 华人居高 如果我们大肠癌 需要找印度人跟马来人就找不到了 因为印度人跟马来人的病例其实都很低 在新加坡相反的很低 所以如果你靠印度人跟马来人大肠来吃饭的话 你就不行了 因为它的病例很低 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我们华人在新加坡的病例特别高 相比的如果在印尼的华人 他们的病例也是比当度土足的都高很多 我相信跟食物有关 大肠属于食道的最后一端了 大概有八十个到一个明德肠 它的功能是吸收水分 单单只吸收水分跟少许的缘分 它分为结肠跟直肠 直肠是最后一步了 靠近肛门的地方 大肠癌呢 是从肠里面的细胞慢慢的演变 它的内膜 内膜就像我们嘴巴里面的 红红的那个就叫内膜了 内膜里面它从良性慢慢演变 从小小的一块肉呢 演变成这样的大 一边一边这样的变 演变从一个mm这么小 到两三个公分直径这么大 都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 到三到四公分到演变成癌症 有些人说都要到十年的时间 所以是从满满的它的内膜 正常的内膜慢慢演变成小小的细肉 大的细肉再演变成癌症 是有个过程的 不是说今天突然间就生出来了 在肚子里面还是明天 之后呢 它就开始慢慢的转移 早期是没有扩散的 之后呢就转移到淋巴 淋巴是什么 淋巴就像警察这样在保护你的身体 有什么毒的东西经过你的肠 到了你的淋巴 淋巴就把它去除掉 把它解毒 所以呢一旦扩散到淋巴 就是淋巴就是那个警察都被打死了 所以它开始扩散 到第四期就是晚期了 就是扩散到肝跟肺跟骨头 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呢是大肠镜 肠镜里面的图片 我们现在照肠镜很普遍 每天都要照上五六起 在很忙的医院至少都有一天 一个医生都要做上三十到六十个大肠镜 你可以看那个内膜慢慢的演变 从这样子到这样子到这样子到这样子 你看这样会有症状吗 不会 这样会有吗 没有 也没有 等到它的癌变成癌症了 不再是细肉了癌症 也不会有流血 这是肠的直径 大概三个公分 这个大肠癌才两个公分 而且在一旁 它没有堵住大肠 没有梗阻的现象 这个就严重了 你看整个直径都困难 你都不懂什么是正常的大肠跟癌症 你都看不清楚 只到中间一个小小的楼帮 小小的洞 这么小的 这就是那个肠的直径 唯一的直径少过一公分 这个时候病人才开始有症状 才开始成有梗阻的梗状 这个时候你能上厕所吗 可以 可以 完全上厕所的习惯完全没有改变 也没有出血 什么都没有 痛也没有 肠癌有很多症状 有出血 便秘 腹痛 腹脏 腹泻 排便之后感觉完全不清楚 可是最重要跟最多 最最最最最重要的症状 就是没有症状 英文叫Oxymoron 这是白讲吗 就是没有症状 病人来到我的时候 上个月整个月大肠癌明明开了四五期了 没有一起是有症状的 全部都是去普检验血 然后验大便才发现到有癌症 幸好现在最近我们开的道都是早期的 很少晚期的了 如果我讲这些症状的话 我说谁有谁举手 我看全部都举手 所以不必举 谁没有这种症状 一个都没有对吧 对 所以大家都担心了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问题呢 有些人都持疹还是误诊 在新加坡 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 每个人想 大肠癌出血 才是有癌症 没有出血就是没有癌症 有两个问题 肠出血 在新加坡有一个问题 叫做痔疮 在这房间里面至少95%都有痔疮 他们说10个男9个疮 是痔疮啊 不是痔 所以痔疮的问题很普遍 一个人一生中只要便秘了 蹲在厕所久 看你的电话 看你的smartphone 看你的iPad 久而久之 那个痔疮就会脏起来 就会破 就会流血 每个人一生中都有几次 说不是啊 每次都是流血 现在流血也是这样 哪里需要看医生 吃一点料就好了 在家里 只要不要吃热的东西就好了 OK 这样就会好了 所以很多人都是误诊 很多人来看我们 我们说有癌症 他们说不是啦 我有痔疮 每次都是流血的 这次也是流血吗 所以很多病人就是因为 一生中有很多这种流血的迹象 所以症状 他们就不来看医生 他们说跟上次都是一样 每次都是一样 只是上次是滴血 现在没有滴的 好像好一点的 就是问题的开始 通常那个血是鲜血 滴下去的 就是好的 我跟病人讲 如果你的血开始没有滴的 就是不好的了 另外一种病人呢 因为就是deny 就是告诉自己没有问题 除此之外 肛门出血年龄好像刚裂了 那个粪便太过硬了 结果蹲得太久 肛门裂了个缝 结果也是有些流血 一生中 每个人都有一两次这种 上了厕所之后很痛 稍微流一点血 所以这也是很普遍的问题 出血的问题 也当然是胃有出血 然后胃溃疡 可是胃溃疡现在已经不普遍了 以前的胃溃疡很普遍的 普遍到每个人来一人流血 然后需要把半个胃也切掉 现在很少这个问题 细肉可能出血吗 小小的细肉 还没有演变成癌症 可能出血吗 我跟你讲的很不可能 机会都不大 它的细肉通常都是不流血 要摩擦到才会流血 所以它的血 而且是肉眼看不到的 所以很难辨别 当然最重要的大肠出血 肝门出血 当然是大肠癌 最重要就是这个 病人来到我这边 他们可以跟我半个小时 讲到我的血 我上厕所是怎么样 大便血是怎样 我说都不重要了 Auntie's Uncle 你跟我来到这边看我的时候 你不必把你上厕所的习惯 讲半个钟多给我听 因为你怎么样的 你来到专科的面前 我只有一个做法 就是放个场景去里面看 我不可以说 听你的故事 听了想 可能不是大肠癌吧 可能是痴疮流血 回家回家 给你一点要吃 不可能的 因为来到我的时候 我一定要造个场景 才能放心跟你说 保证机能多多久 如果不行的话 所以来到我的面前 你可以讲你的故事 你讲完了半个钟 一个钟头之后 我还是造场景 不然的话 我漏掉了一个 问题就很大了 下一个问题就是便秘 就是肠梗阻了 常被肿瘤梗阻掉 中间的直径只剩下一个CM 病人还是能上厕所 只是发现 最近上厕所的习惯 好像有稍微改变 可是它的改变很慢 很逐步 一步一步的改变 可能半年 可能一年之内 很小的改变 如果我没有叫你回想一下 现在你也是不懂 我通常会病人 请问你在两年前上厕所是不是 他们想想 其实对哦 在两三年前 是每两天一次 现在是每三四天一次 因为它演变很小 你都注意不到 要回想一下才能想得到 所以它的便秘不是一两天 今天便秘 明天就来看医生 像这样 很少 它的便秘 上厕所的习惯 演变是很慢的 慢到你自己都观察不到 跟老人痴呆症一样 不可能今天没事 明天就老人痴呆症 它演变很慢 慢到你自己都感觉不到 要旁边的人才能告诉你 你跟你以前不一样了 你以前上厕所是每天中午去的 现在每天早上去 所以 它的上厕所的习惯 慢慢的演变 演变到你自己都不敢感觉到 肚痛跟肚脏呢 已经是后期的 跟刚刚的图表一样 就是那个大便不能过 肚子塞了很多大便 每次吃的东西只有 排泄的东西只有排泄50% 50%还收在肚子里面 这样一直脏 一直脏 脏到肚子很大个 才来看医生 这种情况不多了 至少在这里面不会 因为你们都听了我的故事 那腹泻呢 会不会 会有没有腹泻的改变 以前上厕所 一天一次 现在上厕所两次了 当然可能 像刚才这样 那个直径被了 被肿瘤给塞住了 变成一个小洞 你现在知道 上厕所都没有这么顺 所以你喝很多水 吃很多水果 就发现 现在好一点了 变成一天去两次 所以呢 上厕所的习惯 不一定要减少 可能会增加 因为排泄 每次排泄不完 你去了之后 还没有清楚 半个小时后再回去多一次 所以这也是不好的现象 不单单是便秘 而且腹泻也是一种现象 一种症状 对我来说呢 它的症状也不重要 因为每个人都有这种症状 叫你们举手 都没有人举手 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这些症状 最重要的呢 就是做大肠的检验 我们有两种检验的方式 大肠检验的方式 这种叫做普检 因为叫screening 就是给那些完全没有症兆的人 没有大肠 没有出血 没有便秘 没有习惯改变 没有腹脏 没有腹痛的 就需要 就需要来做这个检验 如果你有这些症状 就一定要来做检验 如果没有症状 超过了50岁 就要做这种检验 卫生部有两种检验 以前有很多种 用电脑 就是检验大便的浅血 浅血呢 就是肉眼看不到的 肉眼看得到的 就是要照大肠镜的 都不需要经过这一步 下一个推生部检验的就是 大肠结肠跟直肠镜的检验 我会跟大家过出这两个 大便的浅血肉眼看不到了 在50岁之后呢 每年都必须做这个检查 每年必须做检查 每一次都要至少做两到三次的粪便 去给它检查 所以呢 这个血呢 也不一定是从癌症来 也可能从整个消化道 各个部分都可能 它的好处就在于便宜 安全 非进入性的 它的缺点就是每年都必须做 每年都必须 不是一般的一次 要种两三次 送去才能做 它的假阴性跟假阳性 如果不你每年做的话就不正确 它有假阴性跟假阳性 假阴性的意思是说 False negative 它说分辨有没有没有全血 其实你的癌症很大 也是可能的 因为呢 这个癌症如果没有摩擦到 是不会流血的 它的基本概念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它流血也不是每天流 它是两个星期一次 一个星期一次 一个月一次 不一定 就是这样在厌粪便的当天 它没有出血 就是粪便里面看不到全血 所以假阴性是存在的 假阴性的问题 使到很多人 很多人持疹 在新加坡 我最近开的是我同学的妈妈 每年都是negative 今年呢 一个positive就是癌症了 那告诉我们 其实分辨减少不是很好 我们要在它没有分辨 在变癌症之前 就把它取除掉 假阳性 就是False positive 就是你验了之后 哎呀 positive 去看医生 医生跟你做个场景 其实没有 导致你在验到 看医生 跟照常境之间 整晚都不能睡 整天寝寝不安 所以大便前血 虽然是便宜 方便容易做 可是导致假阴性 跟假阳性太高了 导致很多人 所以下一个呢 就是照结肠跟直肠境 结肠直肠境 结肠跟直肠境呢 跟胃境一样 可是不是从嘴巴的路啊 那就很严重了 是从屁股境 通常呢 他从缸门里面放进去 把整个大肠 照一下 看看里面 在电视机里面看得到了 如果你不要麻醉 你可以看看自己的大肠 现场直播 可是我不建议啊 我自己做过八年前 挺痛苦的 OK 所以我知道病人的痛苦 在那些政府医院里面 通常如果太赶的话呢 他们连麻醉针都没有打 把这个病人开始做 我以前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知道 所以结肠直肠境里面看里面的照片就是这样子 正常的大肠 然后这就是细肉了 看到细肉一块细肉 我们就直接把它去除掉 这些细肉如果不去除掉 就会生成癌症 在几年之后 这个是最好的预防了 还有更好预防的方式吗 OK 这个也是一个照片 看你叫我们把它烧焊 把它烧掉 现在呢 给大家看个video 这个 这就是小小的细肉 还没有癌症 它的直径只有一个公分多一点点 当场呢 做肠镜的时候呢 就把它给去除掉 好像那个cowboy这样 抓住了之后 用那个铁丝线把它抓住 烧焊 用电跟它烧焊一下 看得很容易哦 其实很难啊 要学会做这个 就十多年了 你看烧焊了之后呢 下面就有一个被烧焊的那个部位 就是那个整个都被去除掉了 这个超大不是黑色的 是白色的 下一个呢 你看比较大力了 这个直径差不多三个公分这么大 直径差不多三个公分 你看那个长的直径跟这个 我们都能当场用那个烧焊的方式把它去除掉 接下来是它的脂 拿出来 看放在哪里这么大力 去检验过后呢 也不是癌症 差一步 英文叫做severe dysplasia 就算细胞演变到最后一步了 要变成癌了 所以这个都是大肠癌的好处 马上知道 马上知道 Live Telecast 现场直播 看到细肉呢 马上去除 以前有一个病例 他告诉医生说 他开刀的时候 医生进去看到卵巢有问题 把他去除之后 他醒来之后 为什么你拿我的卵巢 医生说 我进去里面把你开刀 看到卵巢是坏的 当然把你去除掉了 还等你醒来 再问你多一次 再开多一次 所以有些病人也是挺离谱的 所以我们现在做大肠镜 我要跟病人说 如果我做到肠镜呢 看到你肠里面有细肉 我会马上把它去除掉 可以不可以 病人看着我 医生 这是当然的吗 你还需要问我 我说我不是口水太多 才一直跟你讲这个 是因为呢 以前的病例 病人出来开刀之后 才发现原来他的卵巢 变成去除 拿出来是癌症 可是他说 你没有问我就拿出来 所以有些人是离谱 离谱的人都有 可是这里面都没有 因为我讲了 所以细肉看到就要去除 不可能叫你醒来 叫你再清肠多一次 再把你麻醉再拿多一次 所以当场跟他去除掉 他就不会再生成癌症 这是很有逻辑的 可是有些人 那个逻辑就反过来 那结肠直肠镜 谁需要照 就是你有症兆 有流血 有腹痛 有习惯改变 不管是变好还是变坏 变得多还是变得少 超过了50岁 都需要照大肠镜 家族有 家里人有肠癌的病例 都需要 还是以前也照过大肠镜 有大肠细肉 都需要照肠镜 整个过程 对我来说是简单 不懂对你们简不简单 就是要清除大肠 准备工作 我们的做法呢 就是当天 如果你来看医生 我们就叫你早上别吃东西 你过来 我给你一些东西喝 喝了之后呢 你就去厕所 大概七七八次这样 就把大肠给清干净 大概三个小时之后呢 就可以开始照大肠了 整个围期的时间大概五到十分钟 十分钟了通常 五分钟太快了 没有照得清楚 十分钟就好了 打着麻醉 睡一下子而已 不是全身麻醉 不像开刀这样 OK? 没有这么严重 只是打一个安眠药 你暂时睡 你根本不知道 自己呼吸 自己手脚都会动 只是呢 睡觉而已 结果醒过来之后呢 我就拍拍你的肩膀 Hello Mr. Lim 一切没事 哇 你就觉得 还好 另外一个呢 就是拍拍你肩膀说 Mr. Lim 大事不好了 他就开始哭 OK 通常就是这么快 直接知道 马上就知道到底有没有问题 所以 过后呢 你醒来之后 我们的解释给你听 当场就知道 做了之后 如果没有细肉 什么都没有的话 我通常告诉病人说 下一次要照大肠 至少五到十年之后 就是说 他的新加坡人会问 Doctor 他的warranty period多久 我说呢 保证期大概是五年吧 如果你清那个肠 清得很干净 什么都没有的话 一个细肉都没有 五年不需要担心 五到十年不需要担心 所以保证期大概是五年 新加坡人通常会 ask我那个warranty的那张纸 OK 我们会给他 那大肠镜当然也是有小小的风险 当然是去除那个细肉之后 有时候细肉的地方 那个超大的地方 会流血 有时候会发炎 在很小的机会 会穿个洞 如果那个医生不是很好的话 他烧的那个时间 其实只有两秒 他烧成三秒 跟人家讲话 结果多一秒 就破洞了 没有啦 没有这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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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做这些场景 都是做了千多起 几千起的 所以 他那个时间我们都很准的 所以穿肠的机会很低 在每个医生上面 通常都是少过0.5% 在专科医生都少过0.01% 有些人说穿肠的几率简直小之又小 所以很多人都来我们这边做大肠检查 下一步就是简单的介绍大肠癌 醒来说Mr. Lim有大肠癌 他开始哭 哭完了之后 我们就跟他说 你需要去做电脑扫描 下一步 在当天 尝尽 电脑扫描全部做好了 一下子做好病人 这么奇怪 全部做好了 也complain OK 就是说电脑扫描 看看有没有扩散到肝 淋巴这些东西 就当天就会知道 到底是第一第二第三跟第四期了 通常是知道第四期 然后我就跟病人解释 到底更期治疗 手术化疗还是放电疗 通常早期就是手术 中期是手术叫化疗 后期通常是化疗加放疗 有时候也会做手术 现在的手术没有以前这么可怕 以前的手术呢 人家说 十个进医院就九个出来 只有一个出来 现在呢 不同了 现在进医院 如果没有十个 没有十个出来 病人都会complain 一定是要十个 以前的手术呢 是泼妇手术 很大的手术 伤口至少二十公分这么大 把肠全部拿出来 这样开刀这样 那个手术医生 整个手脚都是血 就是开得很好 这是以前的 现在不是这样 现在我们的手术的技术已经演变 我们的大肠破腹的手术已经很少了 现在都是微创手术 微创手术也叫做阴时孔手术 也是说 英文叫Laproscopic 也叫Keyhole surgery 就是它的破腹 就是现在割胆割盲肠 割大肠跟盲肠 什么肠都可以用针孔手术开 就是那个针孔的那个洞很小 小小个洞 英识这样的洞 放个内灰进去里面看 整个手术两个三个小时就会好了 它的手术在于呢 伤口很小 复原的很快 很快就能出院 很快就能回家 虽然手术费贵了一点点 可是呢 住院从七到十天变成四到五天 省下很多医药费 伤口发炎的手术都是很小 所以这个手术 未创手术是很普遍的 现在 如果你问那个医生 不会做 你要马上跑出去了 我们也做单点手术 就是整个肚子 一个小小的切口 就可以做到手术 总之来说 肠胃到癌 在新加坡是挺普遍的 说要不要等到症状才来看医生 应该是不要等到有症状才来看医生 一旦你有五十岁的年纪 你都要去找医生 照照胃 照照大肠 我觉得那个是最好的方式 通常呢 你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 看到 我们看到专科医生的时候 他们都可以讲 上面下面都照 你说 为什么 我大病有问题 为什么你要跟我照胃 其实是为了你好 因为他准备工作 全部都是一样 他价钱也差不多 所以有些病人是这样问我 有些病人我就不要问了 看这个病人觉得他可能不想照胃 我就照了大肠 结果两三天后他回来问我 医生啊 怎么当场你没有跟我照胃 做医生是很难的 有时候要想 看那个病人讲了之后 你说大肠 胃一起照 看你是不是要好像在卖东西 在卖多一个 up size 你的那个french fries 其实不是 就为了你们着想 你们只来照胃吃 可能你很忙 一直跟你照胃 跟大肠也被你问 没有照了 你两三天后 医生为什么要当场跟我照 我想想其实有胃也是有不舒服 所以我们通常跟病人解释 如果你来照的话 你们从来没有照过 我们直肠跟大肠胃都一起照 胃五分钟 大肠十分钟 十五分钟后你醒来 就知道有没有问题了 就可以跟你说 OK 没事 五到十年不要再想这个问题了 去大吃大喝 乱乱吃都可以 所以呢 预防胜于治疗 这是我最后一章次来跟大家讲的 预防胜于治疗 如果你有稍微的症状 到了一个年纪 都应该去照 因为预防性是最好的 不需要开刀 什么都不需要 用电烧 跟它烧一下 OK了 就是这样子 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问 谢谢 谢谢